工業用的定時開關 看一下外觀 60Hz 50Hz 電壓 220的 有最高可以連不加4A 這個是4A而已 這樣接 這樣會陷入圖的 一格 現在是12點 那你注意看喔 12點的話只增在這邊 24點就是12點 那這邊有個晚上的有沒有 那個圈圈晚上的 黑色的 那我們現在假設 這個一格的話是15分鐘 看一下 切過來 那我們現在切過來 這就是ON 那你看喔 它經過這位掉一聲喔 現在是關嘛 注意看喔 注意聽喔 掉一聲有沒有 那就ON 這 目前這個AUTO OFF 大一聲有沒有 OK 那 這隻時間 你有送電它就一直轉轉 繼續轉 轉到一個程度之後 轉到這邊它就 轉到這邊它就 半身 ON OFF 這一個 那看一下這一個 如果強制的話就是直接 ON 就是直接 燈就亮了 對 或是動作 對 我看一下 直接ON的時候有沒有聲音 沒聲音 它就是直接ON住了 那都沒聲音了 那如果是OFF的話 應該都沒聲音 喔 對 喔 這個有最好聲音 喔 是OFF的聲音 按住的話 就是 用一直按住 就對了 一直按住就對了 喔 這樣子的 那看一下這個 power部分 跟那個LOW的部分 量過這一個 打開之後 這個是 負荷 這個是 這兩個是導通的 所以只要接一條線就可以了 這裡面 兩個導通 這個 只要訊號這過來 這個就導通之後 這個就過去了 這個負荷的部分 這樣子 說明書就這樣子 一樣 有寫 刻度 記得一格 一小格 一小格 一小格是那個 五分鐘 四五分鐘 要轉 在最多24小時 一天 一天定時器的 24小時那邊 在這裡 24小時 說明書就這樣子而已 有寫的 刻度 分 分鐘 這個是 這個沒有 60HC 50HC ONOFF 這是軒鈕 轉轉轉的 刻度很小一個 一個刻度 看一下 這是定時開關 這個 35809 切換1.5K瓦而已 交流馬達 統一線路喔 這是統一線路 不一樣喔 統一線路型 有電壓輸出A接點 20A 電阻 電阻 負荷20A 所以這不能 不能用在那個 那個電熱器喔 電熱水器不行 因為它這個 電熱器好像是 電阻 4A 12A 小小而已 所以還是不要用 用在工業的那個 配電的部分 這個 這個是那個 那個 那個線軌的 那個 那個 滑軌的 喔 原來軌到上面的 這應該要軌到上面的 扣住而已 那不然就鎖這邊也可以 方便 這樣這個就好囉 這是網路Wi-Fi 控制 on-off的 這是強勢的 這個方便多囉 它這個是 不過它這是 111的 沒有辦法用在那個 這最多10A而已 所以這220是 那個高空雨的話 就可以用在那個 電熱水器那邊 這一顆就是可以控制 等會啦 一般的開關而已 看它說賣多少錢 它說買 269 多買好幾顆 沒用到 剩一顆 用在別的地方 那個預約計時器 裝這個 R跟2號支電源 這2個是導通的 這個是R 這個是R 這個R 這個啟動之後 這2個就導通了 導通之後就可以動了 你看喔 時間現在是下午1點半 1點半 開始切這邊 開始切這邊 1點半讓它啟動 開始 有沒有 喔 馬達快掛了 這邊你看 掛了OK 過了之後 時間到之後 就停下來了 OK 這樣是吧 先入這張接 那個 但是線號的話 就自己看喔 這T還越來越開機 只要接兩條線 R跟T有沒有 2號 那這條也是R 但是沒關係 就是這個R的話 這邊 R是源頭嘛 這邊R 就是R是源頭 這是R 那接回去那個 原本的位置就可以了 OK 感覺 對 你好 坐在這裡 啦 等會 給我們 我們